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在一个线下的活动认识 但其实我早就有看过你的视频 所以久闻大名 是吗 好吧 但是这一次这个 因为我们俩都在上海 这次疫情期间 这个呃 你在网上有很多很多的发生跟输出 然后现在 其实我估计很多朋友都看过你的视频哈 呃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聊 不过我一开始 我最最最最好奇的一件事情 其实是因为我知道你有两个孩子 嗯嗯 最近因为我们都封城 今天差不多刚好 我今天刚好是一个月了 我我刚才来封城的家 对我已经是快要40天了 因为我今天是重在区 对 是 有孩子的话 封 封 这个隔离在家的话 这会不会是有什么额外的挑战 因为我看到我朋友圈 有一些朋友他们说 呃 本来觉得不用上 送孩子上学了 是一个很开心的事 但突然意识到 其实 孩子在家那是更 更惨的事 这个 这个真的那么糟糕吗 基本就是砸在手里的那种感觉 他不是在那电脑一做 就高高兴兴在那上的 他有些时候也会碰到像我们一样断网啊 作业上传不上去啊 老师突然失踪啊 同学在那搞怪啊 就各种各样的情况 完全不在你的掌控之中 但是其实我自己觉得 大部分的孩子经历了2020年之后 他们对上网课这件事 现在特别训练有素啊 我家两个孩子都在上小学嘛 然后他们一听上网课了 立马就是自己把所有的东西 全都setup好了 比我还熟练啊 所以就是啊 幸好我两个孩子大一些了 我特别同情那一些小孩 现在才两三岁的 因为两三岁本身是一个特别 需要出门的时候 然后又没有办法在家 比如看个动画片 看书 可能还消磨不了太多时间 所以这一个年龄段的孩子 是特别难弄的 那再加上有些家长 他可能会担心说 万一要去方舱啊之类的 那我有时候想想 我自己家孩子大一些 好像去方舱 无非也就是多个体验 你不会有一种担心说 会不会里面没尿布啊 万一小孩要吃那种 打烂的腐蚀怎么办呀 就非常非常难 所以就只能说 非常阿Q的想吧 就是作为一个个体 我觉得我的孩子 相对到了一个 比较容易manage的年龄 所以大家混一混也就过来了 但是对于一些孩子年龄 还比较小的家长来讲 这段时间真的是 非常非常难熬的 所以还是很不一样 所以我能否说 现在其实我不知道 就是也许现在这种 疫情非常容易反复的阶段 这也许不是一个很好的 考虑生孩子的阶段 我真的就会有很多朋友 被吓到不想生孩子 因为我也是其中之一 就是真的是在 我们本来是在想 就是可能今年的下半年 会考虑这个问题 但现在就觉得 是不要了 我觉得至少得等这个疫情过去 因为我周围有一些朋友 比如说恰好是一个月之前 刚刚生完孩子的 我可以说就我了解到的情况是 在当时可能医院人手 最最紧张的情况下 公立医院它是不给顺产的产妇 提供无痛分娩的选择的 换句话讲 你本来可以无痛分娩 但是你没有了那个选择 然后有些朋友 可能他生完孩子 会想要去月子中心 好好地休息一下 但是现在月子中心 如果有阳性也会关了 或者即使你进去了 你发现月子中心 自己都抢不到菜 尿布也搞不定 就这些事情会让你觉得 为什么就这事本来就很难 对吧 难上加难了 对 然后你就会多很多很多的 难以想象的事情发生 所以我真的有一些朋友 在春节的时候跟我来认真讨论 关于生孩子的事情 最近都跟我说不想了 不想了 就是眼前这个现实实在是让人 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选择 是的 之前这个 因为之前在上海不是出过一个 这么一个状况 就说据传说是这个 如果要去方舱会有小孩子跟家长 分开隔离 这样的一个传闻 我也不确定这当中有多少是真实的 但是其实当时你有做一个视频 讲这件事情为什么是不OK的 那视频其实当时传得非常火 有一点刷屏的这种感觉 朋友圈打开看 全部都是你的 你的美丽的面孔 在所有的这个图片里面出现 对 但是就是你看就像这样的事情发生 就是确实会让人 非常的不安全 对吧 就是你说月子中心这种 可能是一个额外的一个 一种一种福利 或者说是一种舒适 为了舒适而有的一种选择 但是从最基本的一些保障上面来说 比如说这种隔离也好 比如说基本的就医也好 其实是有很多风险因素在的 但是这个很多事情 好像似乎是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的 那么说起来你当时做那条视频 就是能跟大家说说吗 就是这条视频里面 你表达了什么样的看法 以及后来从这个视频当中 你得到了一些大家的反馈 大概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其实那条视频 它会流传的程度是超出我的预计的 因为我当时做这条视频的初衷 纯粹是觉得 大家都知道这样做不对 但是并没有人真的去论证 哪不对 就是跟父母跟孩子 跟很小的孩子分开隔离这件事 是的 我们直觉都知道它是不对的 但是从比如说科学的层面上 心理学的层面上 它到底有什么问题 那我看到比如说有一些儿科医生 他们会发声 他们说这么小的孩子 你把它放在那 五六个孩子放在一个床里面 他们万一扯着被单 把自己给蒙上了 这个是有窒息的风险 包括这么多孩子在一起 他可能会呕吐 你如果很小的孩子 你呕吐没有及时发现 他也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所以他们是站在 他们的专业立场上在发声 我觉得我自己别的都不懂 但是心理学方面 儿童早期创伤方面 我的确还可以讲几句 所以我也只是出于一个科普的目的 去告诉大家 为什么这个事儿它行不同 为什么它其实是后患无穷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 可能在一个大的舆论环境下 我也做不了很多非常激烈的表达 但是我觉得咱们好好的讲道理 讲一些科学上的依据 这个还是可以的 所以其实我在做这条视频的时候 倒也不单单是想到 这个方舱隔离的这一个层面 我是想到其实在我们国家 就是新生儿的病房 新生儿的NICU 一直是采取隔离政策的 就是即使在没有疫情的时候 比如说一个孩子 如果他作为新生儿得了肺炎 或者严重的黄胆 他也是会和妈妈分开的 这种操作其实在很多年前 在另外的一些国家 可能已经被淘汰了 但是这一点 其实在中国从来没有得到过改变 我觉得可能在和平时期 大家觉得这事反正都是小概率的 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孩子会经历这样的 所以也没有太大的动力去呼吁什么 但是我也部分能够理解 就是站在一个医疗机构的立场 他并不会觉得说 这就是我们的常态 我不会因为现在特殊时期 就给你搞一个另外的方式 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非常理解说 医疗机构他们从一开始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操作的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专业人士 你站在自己知道的那部分知识的立场上 去告诉大家事实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还是有必要的 至于说最后这个政策可以怎么改变 这个我觉得就是由另外的人去做 他不归我管 包括我知道其实这一个 才取消掉了这一个亲子隔离政策之后 其实事实上面也有不少孩子 他不得不去一些非亲子类的方舱 就是他可能因为实在是地方不够嘛 在那些非亲子类的方舱里面 隔离的条件也并不理想 那对于这些东西 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去吹毛求疵 说你一定要给孩子最好最好的东西 这个我觉得可能现阶段 对他们来说真的是太困难了 所以我也只能说我能说的东西 剩下的只能交给时间 交给更多的意识到这件事是怎么回事的人 因为其实并不是因为我这条视频 而政策发生改变的 其实在这条视频之前 已经有很多专业人士 他们通过比如说心理卫生协会啊 或者说注册系统啊 或者一些人大代表他们去发声 都有在努力 所以我其实跟他们说 我说重要的并不单单是 让这一次让孩子们能够有看护人 陪他们一起去 而是我们未来在一个更长久的时间里面 就是在中国的儿童病房里面 如果有一些更多人性化的举措 这个也是一种文明的象征 当然这个就慢慢来吧 我觉得 我觉得当时你做这件事情的意义 是非常重大的 就是且不说他对于政策的这种 到底有多大影响 但是确实是很多人借着这个机会 去了解这件事情 就像你说的 大家直居上都知道这事不对 但是为什么不对 对吧 你有这样一个科普的过程 好像公众对于很多事情的认知 也是这样 就在一些危机 在一些特殊事件面前 才有了一个刺激 想要更多的去了解是怎么回事 然后才借着这个机会 有了这样一种科普 是的 因为其实Steve 因为你学心理学 你知道就是心理创伤 它和普通的压力 是很不一样的 但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在谈这个心理学科普的时候 经常会把创伤和压力混为一谈 但是我是觉得 哪怕是借着这一个机会 就算政策没有被改变 让更多的人了解 儿童心理创伤 是怎么一回事 我这个目的就达到了 只要有更多的人知道 这些就可以了 对 是 说到这个儿童心理创伤 就是 因为我平时关注主要是 成年人的这个工作 所以对于这个部分 尤其是很小的 婴幼儿的这方面 确实不是特别了解 像比如说在很小的孩子 我们比如说零到三岁这个区间 比如在这期间 如果有这样的这种 就是和父母长时间的分离 可能是比如说好几天 甚至一两个星期 一两个月 而这样的情况 可能在各种场景下会发生 不管是这种亲子隔离政策 还是比如说像你说到 去病房ICU这样的 或者是在有些情况之下 可能是比如说 他就直接就 比如说像我知道有一些案例 就是直接就父母 就出去工作了 然后就交给爷爷奶奶来带了 所以虽然那也是亲人 但是他的照料的那种 呵护程度 可能就没有父母那样那么的近 所以某种意义上 这都算是一种 由这种隔离 或者说由这种 就是亲子之间的分离 所带来的这种影响 对吧 那我好奇的是 这样的一些类似的体验 它给孩子带来的影响 会有多大 或者说我们 从一个客观的角度 我们怎么去衡量 这样的一种影响 它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我想就是从两个角度 去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是刚才你提到的一种现象 就是假设说 我们会观察到一些 留守儿童的家庭 可能父母在孩子很小的年纪 他会出去打工 然后孩子留给了爷爷奶奶 那么这种情况下 按照过去 如果1950 60年代的 心理学的养育理论 会觉得那个对孩子来说 是一个创伤 他们会觉得如果父母离开了 这个对孩子来说 就是一个远处的依恋损伤 但是随着就是后现代 这一个育儿理论的发展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 会用care giver 照顾者 去替代father mother parents 因为他意识到说 如果一个孩子 他可以从比如保姆 或者祖辈那里 得到非常安全的 长期的照料 那么即使说 他的爸爸妈妈 不是在他身边 主要的照料者 这个孩子还是可以 发展得不错的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在谈论 因幼儿分离的时候 需要先理清的概念 就是安全 长期稳定的照料 并不等于是父母本人的照料 这个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想讲的第二个角度 就是其实所有的这些 衡量一个事件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 到底有多大的创伤 咱们不说那些 特别学术的套话 最简单的判断方式 就是看一个孩子的发展 有没有受到影响 这个发展包括 生理层面上的发展 一个小婴儿 他有可能会因为 情绪不喝奶 不喝奶他就长不大 他生理层面的发展 受到了干扰 那心理的发展 比如说他到了一个 会对外界感兴趣的阶段 但是他可能会因为 一些心理创伤 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跟外界没有交流 对外界没有反应 那这个就说 这个孩子的发展 受到了影响 其实不同的人 在面对同一个 等级的心理创伤的时候 反应会非常不一样 比如说 即使在我们成年人的世界 你看像汶川大地震之后 同一个区域的人 表现出的状态 也是各种各样都有 所以这个有很多 先天基因啊 家庭环境啊 后天社会文化呀 它就是一个 很复杂的原因 但是每一个孩子 我们去看 对他有没有影响 就是去看 他的发展 有没有停滞下来 他的发展 在多大程度上 遭遇了冲击 那不同阶段的孩子 会不太一样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会想 这个小孩 从小到大 活得很惨啊 可是他后来 发展的挺好的 那这一种 也是我会很感兴趣 去研究的 就是怎样的一种资源 支持他 在一些我们可能 旁人看来 非常创伤性的事件当中 survive and thrive 就是他是怎么活下来 然后又活得还挺好的 所以这个个体差异 特别大 不能一概而论 对 那这种发展上的这种影响 最糟糕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 最糟糕的结果就是 其实绝大多数的孩子 在面对一个 我们认为的比较大的心理创伤的时候 都会出现退型 就是比如说他明明会的东西 突然不会了 一个孩子可能他本来会讲话 讲得很好了 他现在就谁都不讲话 但是正常情况下呢 这种退型 他一般不会超过两个月的时间 绝大多数孩子是有能力 在两个月之内 某种程度上 因为这个神经的修复能力 也很强大 小孩子 他们可以去重新朝前走 可以重新被忘 但有些孩子 他可能就会一直倒退 或者就停在那里 或者他会以牺牲 很多未来的发展作为代价 比如说如果我们讲 大一些的孩子 青少年 有些青少年可能会因为 一些创伤性的事件 待在家里再也不去学校了 那他的发展就停在了那一刻 他的认知发展没法朝前走 所以这就是一个巨大的代价 那相应的可能有些人 他发展到更加病理性的阶段 他可能会有比如说 抑郁焦虑啊 或者说一些自残啊 自杀啊 那那一些就是更大的一个话题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就是看每一个人 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然后他们本身的一些资源和局限 又会让他们怎么去经历 那样的心理创伤 是很值得研究的 是这个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你看一方面 人类是非常的敏感跟脆弱的 所以说是很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的 受到各种伤害 但另一方面 人类又有很强的这种韧性 像你刚才讲的这种修复力 然后因为我我也实在会去想这个问题 就是你看我们现代社会 也就是过去几百年 才逐渐建立起了这样一个很好的 很安全的城市生活 跟这种医疗体系照料 包括心理上的这种呵护 但是我经常都会想的是 你看从我们的遗传跟基因的角度来说 过去几百万年里面 人类婴儿的那个生存现状 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怕跟糟糕的 所以我就觉得好了不起 就是小孩子所拥有的那种既脆弱 但是又很有韧性的 这种很矛盾的这种 这种结合体 就这个是一个 是一个让人觉得非常耐人寻味的一件事情 是的 是的 因为我很喜欢做三岁以下 零到三岁这个年龄段的一些工作呢 是因为就是体验到了你说的这种既脆弱又强大的部分 脆弱是在于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神经可塑性 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少的 这个带来的一个结果呢 就是说如果你越早的时候 经历心理创伤 它对你一辈子的影响就越大 但反过来讲 如果说你小时候过得还不错 那你大了稍微被社会毒打一下 可能你恢复的能力还是挺强的 所以这一点会让我特别愿意在零到三岁的阶段 去做很多的科普 去让大家知道 你这个阶段养好了 其实特别划算 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非常的划算 对吧 因为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国家 他们愿意在零到三岁投入很多的钱 他们会发现花一美元 就可以产生七美元的 收益 那你从经济学角度 这个不管对个体还是对社会 它都是划算的事情 然后另一点呢 就是如果你做一些个体的 微观的临床工作 你会发现零到三岁的孩子 他们的那种复原力的强大 超乎想象 可能像Steve 你和成年人的工作非常有经验 你会知道我们成年人的工作 不管你用哪个一个流派 去跟一个成年人工作 怎么着咱们都得一两年 两三年那么来 但是其实跟那种 很小的小婴儿工作 有时候你会甚至于怀疑 这真的是我造成的结果吗 就是你发现你说了一句 特别简单的话 可能他们就能吸收到 这个说起来有点像玄学 因为很长一段时间 大家觉得小婴儿是听不懂 也不会说 可是后来当那个脑成像科学 技术发展之后 他们发现小婴儿出生的时候 那个和接收性语言的区域 大脑是长好的 但是表达性的那一块没长好 这就意味着他们是个哑巴 他啥都懂 可是他说不出来 你如果去问那些 做了爸爸妈妈的人 他们会告诉你孩子 啥都听得懂 这句话真不是他们的幻想 这是真的 从脑神经科学上面来讲 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你会发现在他听得懂的 这样的一个范畴里面 可能你跟一个六岁 十六岁的孩子 讲很多遍才会起笑的话 跟一个六个月的孩子 就这个效果是让你经常 会非常瞠目结舌的 所以我会觉得零到三岁 是一个非常神奇的阶段 这个很有意思 那所以你能举个例子吗 比如说你跟零到三岁的 这种小孩子做工作的时候 就会发生些什么的 就是或者说你会 你会去说一些什么样的话的 就是你能 因为我没有概念 就是我确实不太能想象 跟那么小的孩子 你要怎么去表达一些 比较复杂的想法 就是 所以 是 这个就是 讲个故事看看 就是工作当中具体的例子 举不了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一个 就是我把这种工作当中的原理 应用到生活当中去的例子 我有一个朋友 他自己的孩子 母乳未养到十个月的时候 因为他要重返职场 他要去出差 所以他就也没跟孩子讲 他想十个月的孩子 有什么好讲的吗 就自己领领的包去出差了 出差两天回来 之后呢 他家的孩子 以前是每天晚上喝着妈妈的奶 安安静静去睡觉 特别规律 但是连着两碗 妈妈抱着他 孩子就哇哇在那哭 不肯喝奶 然后要哭到下半夜 哭累了才去睡 朋友没办法 他跟我打了个电话 他说一家这个怎么办 我说 我接下来要跟你讲的东西 听起来有点神叨叨的 但是你相信我 你去试试看 会有用的 我说你就把你的孩子 当成是一个你的朋友 或者你老公那样的去聊天 我说这个聊天呢 就是跟他讲讲 宝宝 妈妈前两天出差 你很难过是不是 是不是很想妈妈 觉得妈妈什么都没跟你讲 就去出差 就跟他比较那些讲 讲你自己出差的时候 有多想他 然后跟他讲 你很乖 妈妈很爱你 妈妈不是不要你 就这样跟他讲 我朋友就将信将疑 因为大部分人会觉得 对着这样一坨肉讲话 对 非常不make sense 我说你相信我 因为这个是在 我自己的咨询室里面 证实了很多次的事情 就是和婴儿讲话 是有用的 这个其实在法国 有一位精神分析学家 叫多尔托 他写了整整一本书 就是关于如何 与婴儿交谈的 都是一些很古灵精怪的故事 但是他 yes it works 就是我自己亲身经历 它是有用的 我说你去试试看 第二天 他打了个电话给我 他说一家你知道吗 昨天晚上我真跟他聊天了 然后他说你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个十个月的婴儿 不会讲话 他说我跟他讲完话之后 他把手捏了一个小拳头 在我朋友的胸口 动动动 敲了三下 然后就开始喝奶 然后就安静地去睡觉 他说我真的是 看到这个过程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所以他说我没有想到 原来婴儿真的是听得懂的 我说十个月不奇怪 我说我自己家的孩子 我家老二 我有一次大概双满月吧 可能他才两个月的时候 有一次我可能晚上出去 但回来晚了 后来他就在那挖挖哭 估计就是想等我回来 那天晚上我先生就跟他讲 他说你是不是在等妈妈回来呀 妈妈今天要晚一点 他十点回来就会看你的 然后他说他跟我儿子讲完 我儿子就立马就关掉去睡觉了 当然你可以从科学的角度 它可能是个概率啊等等都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如果未来有机会为人父母 或者去观察周围朋友的孩子的话 你会发现和婴幼儿交谈 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但是我觉得这个交谈背后呢 其实是我们对于他们主体性的一种确认 去确认说虽然他不会讲话 但是他有他自己的精神世界 他有他的需求 他并不是完全是一坨肉 所以我觉得如果一定要从科学层面解释 除了我刚才说的接收性语言的 这个大脑区域之外 也在于说就是你们之间的 这一部分和谐的感觉 那部分你对他的爱和关怀 在那一刻是可以被接收到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会有作用的 哇哦这个真的有点 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mind blowing的一件事情 就是就完全没有想到 以前我确实没有了解到是这样子的 因为你说了这个对孩子的主体性的确认 我觉得这太重要了 因为我所理解很多 尤其在中国的家庭当中 很多家庭里面 孩子跟父母的关系 有点像是一个 就像你说是一坨肉和上帝的关系一样 就是父母是上帝 他来确保你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去照料 但是他并不把你当作是一个 像是有自己意识和交流能力的一个人 他只是觉得你是一个孩子 我需要把你嘴巴里塞进去很多食物 然后你出来很多粪便 我给你清理干净 就是说直白一点 是不把小婴儿当人看的 而只是当作一个一坨肉来看待 但是实际上他们从很早很早的时候开始 你就可以像是对待一个 而且是一个成年人那样子去交流去对话 而且他真的是会给你反应的 这是我觉得非常非常令人惊叹的事情 是的 我相信你你未来自己做爸爸的会积累很多这方面的故事的 这个 这个从某种意义上 他真的让我突然一下对生孩子这件事情的那种 那种那种恐惧或者焦虑少了很多 就好像是你知道说你不是要单靠你自己单方面的那种 各种各样的付出跟牺牲去养这个孩子 就好像是你有了一个跟你可以一起合作的一个人 他是会跟你合作跟你一起去 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的 这好有意思 对有很多父母他们会在满月的时候 经历孩子一个叫做百日哭的阶段 百日哭这个阶段就是孩子到了黄昏五点的时候 怎么都哄不好 你永远觉得他不高兴在那哭到半夜 然后再入睡 这个对大部分刚刚满月的父母来说 简直就是devastating 就是简直就是崩塌了整个世界 觉得我一定是把孩子养坏了或怎么样 后来有儿科医生发现呢 百日哭的阶段有很多孩子是容易长胀气 所以他们会把这个阶段认为是因为孩子胀气不舒服 但是又过了几年呢 又有一些儿童发展心理学家 发现百日哭出现的阶段 往往是一个孩子的视力和听力 飞速发展的阶段 他们可能在那个阶段 突然可以看到很多周围的东西 所以有些时候我在跟父母做这个产前教育课的时候 我会跟他们想象一下 我说你想象一下 你来到了一个古灵精怪的世界里面 啥东西都是你没见过的 你也不知道那个叫什么 可是它会突然在那亮起来 或者一个窗帘会突然飘起来 可是你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周围没有一个人和你来解释这一切是为什么 当你一天看到了那么多东西 而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他们是什么的时候 你到了晚上睡觉前 黑暗降临的时候 会不会特别崩溃 我说而且这时候你还没办法拿出一个微信 发个消息跟你朋友吐槽一下 那你在这时候除了大哭一场 你还能干什么呢 所以就是帮助很多父母去理解 这个小小的身体里面 到底在经历一个怎样的过程 我觉得是很有趣的其实 没错没错 就好像是他会在他会在吐槽说 哇这一切太疯狂了 我理解不了 对我快崩溃了就那种感觉 对而且这个确实有一个落差 就是他的理解能力也许是 比如说语言接收能力是在的 但是他的语言表达他的这个语言的生产 这个部分是跟不上的 所以这个其实就像你说是个哑巴 这个还蛮不爽的 非常不爽 而且他们在那个阶段还不像我们大人 会知道说我的感觉别人也有 小婴儿他只知道我的世界是怎么样子的 所以的确就是你即使跟他聊 你还不能聊得太复杂 你只能用他能够理解的方式 去告诉他那是什么 所以有些时候你看到一些妈妈 推着小婴儿走在小区里面说 这是树 这是鸟 你可能觉得很奇怪 你觉得我以后千万不要这样 可是真的你如果站在一个小婴儿的立场 你会知道这个对他们很重要 这就是他开始建立对这个世界概念的一个过程 这很有趣 你知道吗 这其实让我想起 我母亲在我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 甚至是婴儿的阶段 她跟我讲的 她就会开始跟我读很多那种读物 而且因为我们家是 是这个 就是是在成都 所以说其实我们当地方言是四川话 但是他会专门用普通话跟我去读 那个时候即使我听不懂 他也会这么去读 然后后来他就说 其实他这么做坚持了很多年 他说这个后来 他是认为这个对我在语言学习上是有很大帮助 因为我后来就学英语 就学得很快 像是有天赋一样 但是他就会说 这个其实是跟当时他做的事情是有关系的 就好 那个时候虽然可能他更多是一种 也许是一种直觉的一种选择 但是你这么说起来 我觉得OK 那这些确实能说得通 就那个时候的那种语言的那种输入跟刺激 就算内容上我不能完全听懂 但是好像有了这样一个输入的话 这对我肯定是有一些帮助的 是的 因为这个接收性心智特别开放的那个阶段 就像一块海绵一样 它会吸进来 所以我非常赞同你妈妈说的 这个肯定是会激励未来你学语言的那一个部分的 我爸跟你妈做了非常相似的事情 我爸说我自己是个婴儿的时候 他经常在我睡觉的时候放英文在那 我说太卷了吧 我前两天写那个博士申请材料 说就是因为我申请那些就是精神分析类的 你得去剖析自己的人生嘛 我就剖析为什么没事翻了一百多万字的书 我说哇塞 这是从摇篮就开始的故事 哇塞 这个真的是可以追溯过去的 那既然婴儿能在这么早的时候 他就能够和外界有这么深的互动 那我们反过来问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你看比如说现在疫情的这种影响 大家的隔离 或者说更大的来说 就是至少在上海吧 就是说整个大的环境是处在一个比较 不确定跟动荡的这样一个阶段的 那这样的影响 这对于比如很小婴儿来说 也是会有影响的吗 他们也能多少能 虽然他们不一定能看得到新闻 或者是朋友圈传的视频什么的 但是他是不是也是多少能有一些感知的 我之前看了一个英国同行做的研究 他们做了一个研究就是关于疫情下 到底对儿童青少年有啥影响 那影响我们肯定直觉上面都能想到 但是他发现有几类人 其实反而是从疫情居家生活当中受益的 第一类就是一岁以内的婴儿 因为他某种程度上如果可能在非疫情期间 有很多比如说假设在刻板印象当中 爸爸会经常不在家 但是因为居家的生活反而就是让一岁的小婴儿 有了很多和整个家庭在一起共生的 被照顾的很好的那种体验 所以他们觉得这一类人 其实总体对他们的影响没那么大 但是一岁到两岁开始学走路 要到处跑的时候 这个开始会有一些影响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出去 还有一些就是其实是获得好处的 有一类跟我们想的很不一样 居然是ADHD的孩子 就是有一类ADHD的孩子 多动症 对他们是比较容易在网上的课堂集中精神的 事实上在非疫情的时候 有一些多动症孩子的康复项目 是通过把一些课程做成电子游戏化 来让他们待在那里能够学进去的 所以其实并不是所有的ADHD孩子 都能从网上课堂获益 但是有一类是可以的 还有一类就是曾经在校园里面 经常被霸凌的一些孩子 这些孩子可能他们有些是有 比如说一些特殊需求 或者因为各种原因 他本身去学校会让他很焦虑 其实他们是在整一个疫情居家期间 反而会活得还挺好的 所以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 他就像一个硬逼的两面一样 我们当然会凭着我们的直觉 知道对大多数孩子来说 这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但是的确对有些孩子来讲 反而可能是另一个故事 这个问题如果再往下延伸一点 我在想 就是未来随着社会的发展 尤其随着技术的发展 我觉得人类生活的这个环境跟空间 和我们最早在大多数时候 就是进化的那个环境 其实是越来越不一样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今天有很多很多的孩子 他们面对的是平板 面对的是屏幕 对吧 那这是人类历史上 从来没有过的一种生活状态 如果再往未来去想 也许这种技术的渗透 跟环绕是会更无时无刻的 是会更深入的 那这样的话 对于未来的孩子来说 是不是他的 怎么说 就是从一个大的方向上来说 你会感到悲观 或你会担心吗 我会 我的态度是比较中立的 所谓的中立是这一方面 你说的非常对的一点 就是我们人类过往的 所有对于人类心智发展的理论 他都是基于一个现实世界展开的 我有时候说我们全世界 其实做心理学行业的人 都在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就是在一个屏幕时代 人的心智到底是怎么发展出来的 因为我之前做婴儿观察 会看到很小的孩子 可能一岁都不到 他就知道看到一个手机 我要用手去滑 我比如现在问你 Steve 你打电话做一个手势 你是怎么做的 咱们都是这样子来的 对 但现在的孩子 他们都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是这个做这个六 因为是听懂 对对对 他们是手掌 对对 你问00后 10后 他们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其实 谁都不知道 这样的一个世界下面 人的心智是怎么发展的 很多东西都在观察 那现在很确定的一点 就是说 在我们还没有很多 定论出现的情况下 保持一个孩子 和现实的链接 非常的重要 比如说你现在走去上海 任何一个小学的 一年级课堂 你问大部分孩子 邮局是干什么的 他们基本都不知道 然后你拿出一堆 这个一块两块 两毛五毛 五元 十元的纸币 他们有很多人 可能是第一次看见 你再把一堆 你在菜场里面 看得到的绿叶菜 在他们面前排开来 你说这个菜是什么菜 有人说的清楚吗 大部分都不知道 这个就是 这带孩子 他们其实跟现实的 这个链接断开来了 但是你说这些东西重要吗 比如说你说 邮局这玩意儿 不知道要紧吗 说实话我没有答案 但是我会知道 我自己作为爸爸妈妈 我会努力的去把 这一部分现实的关联 把它留在哪 我的孩子 他很喜欢打塞尔达 他们都每天在那 连击打Minecraft 那是一个对我来说 还挺遥远的世界 但是有一天 我就跟我的儿子说 我说我前两天 读了一篇挺好玩的文献 是一个国外的 心理治疗师写的 讲他是和这么 自己的青少年来访者 一起在Minecraft里面 做心理治疗的 然后那天晚上 我儿子就给我看 他在Minecraft里面 造的一个房子 他说妈妈 这间房间 如果未来你和你的 来访者一起走进去的时候 你可以在这里 给他点一堆火 这样他就不会害怕了 他其实在说 这句话的时候 我非常有被触动到 我就会觉得 虽然我不知道 那天会不会真的到来 但是可能对 这一代孩子来说 这样的表达是有用的 所以我有些时候会幻想 会幻想说 会不会五到十年之后 不管我自己肉身 在世界的哪个角落 我戴上一个眼罩 可能我就进入到一个 元宇宙的心理咨询室里面 和我的来访者 一起在里面工作 谁知道会不会那样呢 所以就是 你问我是不是悲观 还是乐观 我好像既有悲观 又有乐观的那部分 在那里 就拭目以待吧 是 就总体来说 可能还是令人 令人兴奋的 因为好像有很多 新的可能性 但至于这事 它带来的积极和消极的 影响那个比例 是怎么样了 我们就没法判断 因为不管你喜不喜欢它 历史的车轮 总是会朝前走 你说因为我当时 疫情刚发生的时候 我正好在英国读硕士嘛 英国人其实他们 心理学界是非常保守的 他们不像美国 相对比较实用主义 愿意拥抱很多新的科技啊 之类的 我当时是我所在的中心 第一个提出 我说我要做远程 婴儿观察的 然后当时 当我们的那帮子老家伙就说 我们搞婴儿观察几十年 从来没想过 要把它变成远程的 那我就关掉了 结果呢 因为我们隔壁 有一个塔维斯多克嘛 那个算是 宇宙的心理治疗圣地 卖家 他们开始先搞了 在线的这个婴儿观察 所以后来 我的中心也就跟进了 我后来听说 塔维斯多克 他们在整个疫情期间 甚至发明了 在线的游戏包 就是可以跟孩子 继续在线上 进行游戏治疗 所以你看 不管他们喜不喜欢 这个就是会改变的 所以对咱们来说也是 只能去静观其变 看看以后会发生什么吧 是 是 这非常有意思 你前段时间 还有一条视频 也是我有 很认真去看 而且我觉得讲的蛮棒的 你说到有关这种 就是现在这个阶段 有一些人会有那种崩塌感 然后这个 尤其你看 比如最近在上海 对吧 整个隔离的状况 大家对于 很多事情的这种 处理的方式 是很不能理解的 以及 我想可能很多人 对于一些很 就是可能在一个 很深的层面上 对于某些事情的假设 一种很基本安全 可能有点被影响 被动摇到了 然后 这一个 这一个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你当时讲 做了这个视频之后 大家的反馈是怎么样的 或者 在你的观察当中 这种崩塌的这种现象 它在多大程度上 影响到了大家的内心 我觉得可能 这一条视频 我是为我特定的 特定的一些朋友做的 因为真的是最近 我想Steve估计 你也是半夜里面 经常会有一些朋友 很阴谋的来留些眼啊 之类的 那我觉得有很多 共性的东西 也许说出来 大家都能够支持到 那其实关于 崩塌感这一个东西呢 就我一直跟人讲 我研究零到三岁 这个婴幼儿心理学 倒不是因为 我是有baby fever 我不是那种 看到一个小baby 满眼放光的那种人 但是我发现 人类关系 或者人类心理世界 很多东西的秘密 全都在零到三岁 这个阶段里面 比如我们的崩塌感 你刚才谈到说 在信任感丧失的时候 我们会感觉 整个人像碎掉了一样 其实这种感觉 就非常非常 像是一个小婴儿 当他在那 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 如果照顾他的人 看不见他的痛苦是什么 这种时候 小婴儿会进入到一个 我们叫做 disintegration 就是无法整合的一个状态 你无法理解周围 到底发生了什么 其实在我看来可能 这种非常混乱的居家生活 它某种程度上 让我们很多人体验到了 我如同一个小婴儿 一般的无助 我需要有人来喂养我 需要有人来决定我的生死 但是同时我的痛苦 在此时此刻 没有办法被好好地看见 没有人会来回应我的痛苦 所以某种程度上 我们都被抛到了一个 人生早期非常焦虑的 一个状态当中 那有些人可能他小时候 相对来讲 这种感觉体验的少一点 他可能在这一种 感觉面前会更加的 咱们说结实耐操一点 但是有些人他可能从小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的 这样的一种外在的体验 会激活很多 他内在很熟悉的感觉 我们说创伤在那一刻 就是被激活了 有些人他可能会说 我最近一个月 经常会气都透不过来 我们说气都透不过来 这种感觉 其实用精神分析的术语 就是一种前语言气的创伤 你学会说话之前的创伤 然后这一种气透不过来的感觉 就是一个小婴儿感觉 活不下去的感觉 所以某种程度上 我们都倒退到了一个 人生很早期的阶段 去面对眼前的压力 这种倒退它是策略性的 是我们的身体在保护我们 就有些时候 如果站在一个心理防御的机制 去看待我们和自己身体的关系 我会有一种 一直被保护到的感觉 有些事情它没那么舒服 比如说倒退 它让我很不舒服 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 会体验到那种偏执分裂的感觉 我们在网上经常会觉得 别人难不可理喻 谁都说服不了谁 这种偏执分裂 其实也是一个人的心智 倒回到比较早期的阶段 因为为了活下来 所以如果我们带着这种视角 去看这些问题的话 就会对自己 对别人都多一些慈悲 我相信很多 其实在过去一个月 哪怕彼此恶言相向 哪怕彼此说服不了彼此 但其实这个背后 都是有很多的 身为人的那种无奈在那边 也许真的当我们回归到 正常的生活 面对面的时候 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 人心不古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人性当中 还是有很多充满希望的部分 在那里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 一个非常人文关怀的视角 因为这确实会涉及到 我非常认同你说这一点 因为你看今天有很多朋友 他可能遇到情绪的问题 在这隔离期间的话 他可能会自责 会觉得我怎么这么脆弱 他会用一种很评判的视角 去接触这一些 认为是自己做的不好 但是实际上你是认为 这反而是一种保护性的 一种策略 我退回到一个更为 根本更为基础的 一个层面上去 对这样的一些情境 做出反应 所以这反而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很 empowering的 一个很负权的一种视角 因为其实就像我们人 有些时候为了抵抗病毒 或者打完疫苗 会发烧一样 发烧让人很不舒服 它看起来是一件坏事 可是发烧 它也说明 很多人会跟你讲 你的免疫系统好强大 你的免疫系统在保护你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一些自己或他人身上 看起来难以理解的 难以接受的一些东西 也未尝不是我们的心里 在发挥一些机制 在保护我们 度过一些难以消化的痛苦 当然我觉得对这一部分 能有觉察还是很重要 因为这并不意味着说 你一辈子就要用这样的方式 去应对那些痛苦 每个人也都有选择 去发展出不同的方式 比如说可能相对比较健康的 去应对痛苦的方式 有两种 一种就是幽默 一种就是升华 幽默的话 我觉得我们其实过去一个月 也看了很多奇奇怪怪的 网络流传的段子也好 表情包也好 就是虽然很无奈 但是这一个 他相对来讲 还算是比较健康的一种方式 还有一种升华 包括比如说 今天你在这儿 做这个节目呀 有些时候我觉得 有些事情不吐不快 得做一段视频呀 其实都是在把它升华掉 所以每个人 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吧 我觉得 是的 而且刚刚你说另外一点 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你也提到 就是人们在 比如在互联网上的表现 大家会看到彼此的这种 可能是比较偏执的 比较攻击性的 这样一个部分 因为我理解 其实人们在网上 这种匿名发生的 这个情况之下 之前我也看过一些研究 就好像是 因为有各种各样的 关于匿名的 互联网使用的效应 所以其实会把人 相当于是内在的某一个 相当于是在生活中 无处安放的部分 放在网上来 给他释放出来 所以就好像是 人们都会觉得 为什么网上的 大家的相互之间 对待彼此的方式是 相比于生活中 是会糟糕很多的 但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就好像是 OK现在 这个环境很糟糕 大家的情绪很糟糕 我们都放在网上 把我们的各种 糟糕的情绪 就是投射到 网络空间里面 但是这也许也 从这个角度说 这也许也是一种 有帮助的一种事情 因为如果没有 这个空间的话 那就真的只能 在现实中去发泄了 其实我有时候 会跟同行开玩笑嘛 我说我们现在 心理学界有门课 叫人格心理学 我说说不定 再过五到十年 咱们会有一门课 叫做人设心理学 就是专门研究 在虚拟世界当中 你的人格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包括这个 虚拟世界当中的人格 有些时候 甚至于不是 由你自己的行为 所决定的 比如说 咱们作为自媒体创作者 我们无法去决定 粉丝眼中的 我们到底是个 怎样的人 尽管有些时候 可能他们看到的 这一个演艺家 史秀雄 可能完全不是 我们真实的样子 但这并不是 我去manipulate的 所以这一些学问 我觉得可能会在 未来进一步的发展 包括去研究 每一个人 在网上发言的时候 它背后到底 是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不知道 但是有很多东西 是可以去探索的 没错 就好像是说 你在作为人设 在发言的时候 其实你也在 把你对自己的 那种身份认同 和大家对你的期待 有一种 就在网络空间上 进行着一种 bargain 一种商讨 一种协商 然后我们会在 网络上去观察 当我们说什么话的时候 别人会怎么样去 做出怎么样的反应 然后进而去调整 我们自己的这种表现 这个比如说 我作为这种播客主播的话 然后我就会有 这样一种感觉 我觉得总体来说 好像比如说 在我做节目的时候 如果我做的节目 是大家会觉得 很有帮助 很有启发 然后帮助我走出低谷 然后这样 这就是一个确认 就会让我觉得说 我要做更多这个方向的内容 但是反过来说 我就 我好像就有一种压力 我不能做那种浪费时间的 没有意义的 就是瞎搞瞎玩的那样的东西了 因为那好像不符合期待 就像我们始终都是处在 这样一个拉锯当中的 就是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和别人期待你做的事情 在网络上的这种呈现 所以我会感觉 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出路 但是我有一点 我挺确认的 就是对成年人来说 保持现实的链接 还是非常重要 所以有些时候 我作为创作者 会非常希望有机会 可以线下 见见那一些 经常看我内容的朋友 去看一看他们 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 是怎样的状态 没错 包括最近在上海的 这个特殊时期 比如说 有些时候我看我们 业主群里面会有 互相掐架呀之类的 我会想这两个人 如果在小区里面的 花园遇到 他们不会用这样的方式 跟彼此讲话的 但是因为是一个网络空间 很多东西可能会变得 特别不一样 他的一个幻想的 投射的这样的一个场地 是变大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很多冲突会被成倍的放大 所以一方面 我又觉得就挺荒诞的 就是很多 我们过去看 比如说英剧黑镜里面的东西 它很多东西 会在生活当中 真的是一遍一遍的上演 但是另一方面 又有什么办法呢 人类不就是一直这么 折腾着朝前走吗 你知道我经常都会 比如我身边有些朋友 做各种领域的自媒体创作 当我看到他们被 一些网络上的评论 给困扰到的时候 我都会为他们感到非常的 一方面是心疼 一方面是遗憾 就是其实 其实你就 就为什么就不能 就不去看这些评论 或者表达 因为就像你所讲 就它可能就是一种 在这个特定的空间里的 一种发泄 或者一种被放大的东西 对吧 但是 如果你不能去做这种区分 你就会把这些内容 等同于是 你在现实当中 有人这么跟你说话 但是那个对一个人的伤害 和冲击是非常大的 我觉得那是非常非常让人难受的 是的 当然我觉得这个 对于自媒体创作者来说 都是一个心理上的挑战 我现在倾向于 把不同的平台 都看成是一个个平行宇宙 假设我在一个地方 感觉到受伤了 那我大不了就不去 那个平行宇宙 然后我可以先去 别的地方玩一会儿 或者当我感觉好的时候 再回去 是 就是而且一定要保持 和现实的连接 比如说我每周 一定会有一天 是不碰任何自媒体 然后就是专心的 去享受生活 该干嘛干嘛的 所以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而且你会不会觉得 这个问题 其实不光是自媒体创作者 我觉得以后每一个 互联网的用户 其实都多少会 这有点像是 比如说现实当中 我们需要有人身安全 防范的意识 你在网络世界里面 其实你也需要有 这样的防范意识 因为你看之前不是有这个 就是各种被网爆之后 然后 不管是心理疾病也好 还是自杀也好 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就他们可能都只是普通人 他们可能不知 没有在网络上 那么多被关注过 但突然有一天 你被许多人围攻了之后 然后你其实并不理解 然后你会 如果你把这件事情 等同于是现实当中 有几百上千 成千上万的人 在围攻 你在骂你的话 那可能对你的 整个的这个生存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但是好像很多 怎么说呢 就是你看像我们是 有机会去跟很多的人 公众去接触 但是许多人 他其实没有这机会 但是他一旦遇到了的话 好像那就是一个非常 这个这个无计可施的 一个状况 是 所以我现在觉得呢 就是尽管有很多家长 他们的可能想法停留 在要借网啊 借网影啊 上面 我说没用的 我说这个手机啊 网络啊 现在就是我们的一个人体 多出来的外挂器官 我对于使用网络 包括网络暴力的看法 就是从一个养生的角度 去理解它的 这个养生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既然成为了 你人体的一个外挂器官 咱们就要像对待 自己的肝脏肺一样 好好想一想 怎么去用好这个器官 别让它太浩劫了 包括你说比如 突然而来的那一种网暴 它有些时候就好像 我们可能突然会出现 一些急性肝炎之类的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能力 或者说一些知识经验 帮助我们去面对 这一些器官 突然出问题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 我是把这个手机屏幕 看成是人生当中的 另一个外挂器官的角度去想 包括有些时候不去用它 是因为我们的身体 是需要休息的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 你去看待这些东西 你不会觉得太无奈 因为其实我们对于这方面 都是又爱又恨的 但是你必须得接受 它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它是个外挂的器官 就其实人的身体和这些 和这些电子设备 它其实已经是一种共生关系了 只是它还没有在生理上 真的植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比如说脑机接口之类的 但是实际上我们跟那些 我觉得也挺快的 其实 对确实已经不远了 就这种共生关系 已经其实已经非常非常深了 深到就是 今天我们的很多的事情 都只能在网上办 比如说你刚才说到邮局是什么 对吧 为什么邮局消失了 因为我们必须依靠网络 去传递很多的信息 所以 还有一个话题 我其实也很 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因为你应该是我见过的 咨询师当中 就是属于非常 愿意去发声的那一种 非常愿意 就是非常outspoken那种 而我的印象当中 我认识的所有的咨询师当中 我觉得大多数的咨询师 其实相对来说是 怎么说 是沉默一些的 或者说他更多关注的 可能是 就是他自己闭门造车的 这样的一种工作方式 但是好像你的这种 因为你看你最近 发这么多的这种视频 对吧 各种发声 平时也关注你微博 我觉得就是 就是会有很多 这样的发生的这种过程 就看上去 社会责任感特别强 那我其实会好奇 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是跟 比如他跟你的价值观 跟你的成长背景 或者跟什么因素 是有关系的 为什么你是这样子的 就你会怎么看这一点 是 我现在做心理咨询 已经13年了 然后呢 但是在这13年当中 我大部分时候 是非常安静的 这个安静 就是和大部分的同行一样 我可能不会去用 很多的社交网络 因为我会考虑到 很多双重关系啊 咨询伦理方面的议题 很长一段时间 我就是一个关起门来 做精神分析治疗的 这么一个特别内敛的状态 但是呢 我觉得现在走出来 有两个原因 现实层面的原因 是因为 我所有的咨询个案 现在都是暂停的 因为我要去英国 读一个自费的博士 所以我想通过自媒体 挣到钱 让我读完这个博士 就是一个很现实的想法 但是在一个精神层面上呢 其实我也反思过 就是为什么 心理咨询师经常 很难走出来说话 当然我觉得这个 本身他没有对错 他本身就是我们每个人的 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 但是一方面是 我们的职业性质 决定了我们绝大多数人 在从事这一行的时候 我们的个性 本身就是相对偏内敛一些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外向的人 他可能天生就不太会 选择心理咨询 这样一份职业 这个是从概率上面来讲的 第二呢 因为我自己是搞精神分析的 精神分析理论 他其实最早 就是犹太人搞出来的嘛 我有些时候 跟我的朋友开玩笑 我说为什么精神分析 这么讨厌 心理咨询是在公开媒体上发生 我说这个里面 是有犹太人逃难的那种 无意识情节在里面的 他们需要保持匿名 他们需要不被人看见 这样他们才是安全的 所以你会发现在美国 就是很多在媒体上 很活跃的心理咨询师 基本都不是精神分析流派的 精神分析流派 非常非常鄙视 在媒体上发生这件事情 但是对我个人来说呢 我的价值观 可能在这方面 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我小时候非常喜欢一个 叫Jane Goodall的人 就是研究黑猩猩的 我自己中学里面 她Jane Goodall 对Jane Goodall 当时每年都会来一次 我上的中学 然后我们还会给 动物园的大猩猩做东西 我很喜欢林长类动物 所以其实那一种 每一个人都可以去 make a difference 都可以创造一点 小小的改变的 这个价值观 在我心里一直有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做很多和环境保护 相关的事情 包括碳排放 其实我在2010年之前 就已经做过很多 那方面的一些工作啊 研究啊 包括我当时还去 青海的三江园 去帮助当地的牧民 建立一些生态旅游 方面的东西啊 拍纪录片啊 就是好像这一些 社会责任的东西 它在我的生活当中 一直是一个持续的状态 即使是在当时很多年 我不玩社交媒体的过程当中 我也一直有在做 各种各样的事情 比如说我最早和 婴幼儿心理学的缘分 是因为我还没有成为 一个心理咨询师的时候 那一年有一家 专门做孤儿关怀的 慈善基金会 叫半边天 他们希望编一本教材 那个是2008 09年的时候 告诉孤儿院的那些 大妈妈们 如何从精神上 去养育婴儿 现在你走进书店 你看到有很多书 告诉你心理养育 多重要 但是在0809年的时候 书店里几乎是没有的 所以当时我和一些 英语还不错的小伙伴 我们就一起编了一本教材 如何从精神上 去养育婴儿 那这一些 它可能并不outspoken 但是它的确是我当时 在一个没有那么 outspoken的状态 下面做的事情 包括其实在2014年 我有了这个公众号之后 虽然我更新的频率极低 差不多三到六个月 甚至一年才更一篇 对我就没见过 我这么佛系的 但是基本上 我更新的时候呢 都是和一些 当时的社会事件 会有关系的 比如说在一些 我记得我有一次 写如何和孩子 谈论一些天灾人祸 那一年是因为 昆明火车站的事情 然后我写了一篇 那样的文章 后来包括各地 有一些社会事件的时候 我也都会写一些 类似的事情 那个是我当时 在一个比较 需要保持和社交媒体 距离的时候 做出的选择 但是因为现在 我不接个案了 所以我有一种 放开的感觉 但这放开也不是胡来 因为 我觉得作为一个 心理咨询师本身 你也是有 社会责任在那边的 我自己的这一部分意识 来自于我曾经在 中欧商学院 社会责任领导力的 研究中心 做过研究员 我在那里工作过 两年的时间 然后当时 他们有一条黄金准则 去判断一个公司 要不要去做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把它演化成了 我现在去判断 我在自媒体上 要不要做一些事情的 一个黄金标准 第一个呢 就是这件事情 这个内容我做了 我过几年 再来看这个内容 我自己会不会感到内疚 我会不会感到羞愧 第二个是我这个内容 如果我过去的来访 或者未来 假设有来访看到 我会不会觉得不合适 第三就是 我做的任何的内容 我会不会担心 被我的孩子看到 如果这三点 我觉得没问题的话 我的内容就是没问题的 所以就是 这是我给我自己的一些 哪怕是作为一个创作者 本身的一些 自我责任的限定吧 你刚才说这个 我其实特别有共鸣 因为我在直觉上 大约也是以这样的方式 来做判断的 就是有很多来访者 会听到这些节目 包括你刚才说 那个一年以后 三年以后 你再来看 你自己会不会觉得 这些东西很蠢 或者很错 我很糟糕 所以好像这个事实上是一个 我能否这么说 就是虽然你是用一个 很具体的具象的语言 去描述 去界定了这样一些标准 但是我能否说 这背后的这种在 也许是在伦理上的这种选择 它其实是有很直觉的来源的 就是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那个感觉在那 但是你只是刚好找到了一些 语言 找到了一些具体的标准 去把这种感觉给具象化 就是你会有这样一个感觉吗 会会会 因为我自己是有信仰的 然后在我的信仰体系当中呢 就是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的发心一定要大 如果你的发心大 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力量来支持你 所以在那样的一个信仰体系之下 我觉得我产出很多内容 其实倒不一定是数据导向的 比如说前一阵子 我其实做了一条内容 做出来的时候 我是做好准备 没有太多人会看的 就是那一条给高三学生的 因为我觉得高三学生 其实经历现在生活挺不容易的 但是说实话 那条其实数据远比我想的要好 包括三八节的时候 我做的那条女性陷阱 那个女性成长道路上的 五大心理陷阱 那条东西从自媒体的属性来讲 又无聊又长 我做出来的时候 压根没觉得它会这么火 但是它事实上挺火的 因为我在做那些内容的时候 我的发心的确不单单是为了 自己长几个粉 或者能够吸引多少品牌过来 它的确有个更高的东西在哪 所以我觉得可能 就也没什么秘诀吧 就是这么一路做过来 另外我觉得这里面 其实还有很多性别的议题在里面 就是在一个非常传统的文化下 女性化多这件事情 是经常被贬低的 说这个女的老是唧里挂拉的 这女的就爱在那扯 但同样一个男的 这样就不太容易被贬低 所以在我自己做自媒体的过程当中 也会感受到很多 针对女性的恶意 比如说别人觉得 你一个女的讲的东西 她们不认同 最有可能的一个反应 就是来污名化你 说你是疯的 或者说你有心理上的疾病之类的 但是我会观察 男性的博主在这一方面 遭受的贬低形式 跟女性又是可能不太一样的 所以可能身为一个女性 我也愿意去多做一些发声吧 很有意思 你刚才说到你有信仰 这能说吗 就是你方便讲吗 是什么是宗教信仰 或者是一个体系 对对对 我是藏传佛教徒 所以说其实 对对对 我对于很多生死的观念 包括对于传播知识的这些观念 有很多是来源于那个体系当中的 比如说有一次 我在西藏旅行的时候 有一个导游 他跟我讲了一句话 他说知识和智慧的区别 就是慈悲心 这句话我一直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因为很多时候 我觉得我们其实在做自媒体传播的时候 有没有基本的慈悲心在里面 还是很不一样的 嗯 藏传 这个怎么 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这需要洗礼 需要归 需要就是 这加入 这个可以讲吗 我只是好奇了 就这个 我只是好奇 就是从你个人的体 这个经历上来说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 我不知道吧 怎么算是加入 或者怎么算是有了一个信仰 这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 还是是有些程序性的 仪式性的东西 它会有一个仪式性的东西 但是对我个人来说 它更多的是我内心的一个分水岭 因为我其实从小是去教堂的 我自己的祖辈是教会学校的 所以可能到处 附近那些我会去教堂 我至今都对圣经的很多段落 非常熟悉 但是呢 我始终没有觉得 我跟那个东西 有一个情感上的连接 但是其实到后来 我发现宗教都是相通的 很多本质的东西 所以我尽管去教堂 但是我从来没有成为当中的一部分 然后到了20岁左右的时候 我当时因为在青海 做那个环保项目嘛 然后当时我去之前 我当时一个最好的朋友 给了我一本书 就是现在很多人都知道的 那本红色分面的西藏生死之书 然后就是讲生生死死的那些事 我就没事 我就路上在看 越看越觉得 这不就是我想的吗 我从小到大就是这么想的呀 然后就觉得 我很能认同那套体系 但是其实我后来一直从 20岁到26岁之间 我也会去见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活活之类的 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皈依 因为很多他们认为不能做的事 我那时候啥都做 抽烟 喝酒 杀生 啥都做 然后那个 所以我就觉得 我跟他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但是他对我更多是一个哲学 后来在我生完第一个孩子之后 我自己经历了一些非常大的身体上的困难 我当时生了一场病 然后差点就死了 然后可能是因为有过这样的一些体验 所以反而一下子觉得说 好像我需要有个东西在那儿 它让我觉得我在做很多决定的时候 是有一些方向感的 所以我就当时觉得 好像我需要这么一个东西 在我的生活当中 我就选择了去皈依藏传佛教 但是呢 我其实不是一个特别特别 怎么讲呢 我们说精进的佛教徒 我如果不跟朋友讲 大部分人也不知道 我是有宗教信仰的 他可能更多的 还是停留在一个哲学的层面上 帮助我去知道 当我做一件事 我矛盾的时候 我到底要不要去做这件事 我到底要不要说那么一句话 有些时候我做不了决定的时候 我会去想一想 对 明白 明白 它像是一种知识 生活的人生智慧的一种来源 给你指引的这样一个 对 包括因为在藏传佛教里面 还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流派 然后我自己其实修的比较多的是 那个流派 它其实对于母婴的心理健康 这一个是特别支持的 所以我会觉得 就是我搞母婴很多的东西 可能也是明明之中命中注定的 对 很有意思 这个会和心理咨询的工作之间会有 我不知道 因为我以前也跟比如说有 基督教或者其他的一些 信仰的这种同行就去聊过 这两者之间会有冲突 然后其实有一些人会讲说 有的时候可能是会产生一些 就是说大家对有些问题的认识 可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大家对于进化论的这种认识 对吧 就是会有一些很底层的一些矛盾 在你的经验当中会有这样的矛盾存在吗 到目前为止还好 我倒没有在临床工作当中体验过很深刻的 哇 这事跟我的宗教信仰有冲突 还没有 因为可能我觉得相比其他的宗教来说 藏传国教它总体来讲 还是比较宽容的对很多事情 比如说可能最早我不愿意加入教会的有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LGBT方面的这些理论 但是这一个其实在藏传佛教里面 好像倒没有那么的严苛 所以它并不会给我在临床的概念上面 带来很多困扰 那相反我其实遇到过非常好的都导 尽管他是一个美国人 但是他是一个藏传佛教徒 所以经常我们在谈论一个个案的时候 会谈论到慈悲心这一个观念 就是compassion 这个其实可能在西方的文化下面 也是不太被谈到的东西 但是我当时跟那个都导的工作就特别的顺畅 因为我们某种程度上可能有一个共有的语言体系 而这个语言体系又是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技术范围内 是能够被兼容到的 所以我目前为止没有体验到非常冲突的部分 我也有和一些不同宗教信仰的来访工作过 我有体验过困难的 这个困难主要是指比如说有一些宗教信仰 他可能有一些非常仪式化的思考方式等等 会让我感觉很难去穿透 就是penetrable 就是那种感觉会有的 但是最终我觉得其实 如果你不把它变成一个宗教 你并不是在进行权力斗争 不是在证明哪一个更高级 哪一个更正确 而只是看着眼前这个活生生的人的时候 很多东西可能感觉又不太一样 非常有意思 你会说到这里 我其实会有一个感觉 或者说有一个问题 因为你看其实我们今天对于一个人这一生的发展 要做哪些事情 要把实验精力投入在什么上面 我觉得好像主流的舆论当中 基本上给的一个叙事 就是上学毕业 找到好工作 结婚生孩子 就好像是人生当中 就是论这种很重要的事 大概就是这些了 但是再往后的话 当然这个跟我们大环境有关系 但就是说我们不太把 比如说精神生活上的这种追求 或进一步的发展 当做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看到你自己私底下 你已经在这个方面走出很远了 所以我其实是好奇的是 这会不会也是我们在今天 对自己人生认识上的一种 像是一个有意 或者无意而为之的一种一个盲点 就是其实除了挣钱 生孩子养家之外 其实你在这个领域 是可以有更多的发展跟追求的 甚至说这会成为你接下去 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因为我想如果你能有 这样的一部分的思考跟追求 就不管你具体做的是什么 就我觉得它还是会让人生 是很充实的 是很有安全感 是很有不管是智慧的来源也好 还是某种依靠也好 有一个东西在那儿像你说的 所以这会是一个 就一个盲点 一个我没有注意到 就是我们都没有意识到 我们有这个选项 但其实它是在那儿的 就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会 我其实在2010年的时候 我在中欧生学院 当时研究的两个方向 一个是关于90后的领导力发展的 然后另一个就更有意思了 我研究的另一个题材 叫做灵性领导力 spiritual leadership 就是如果你和很多企业家 去做访谈之类的 你会发现他们一定是有一个高于 他们的理论 或者说我们认知心理的一部分 存在于那边的 他们经常会有一个 在我们看来完全超脱个人的层面的 一个愿景在那里 那我觉得其实关于灵性 spiritual的这一部分 我们其实很多人在研究 但是它真的太玄乎了 那这部分我们都知道 可能我们身体里面或多或少是有的 可是我们很难把它去具象化出来 也许只是在人跟人的交流当中 偶尔你会感觉到 哦原来我有的这部分 对方也有 你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觉 可是你很难把它完全的去描绘出来 它到底是什么 那在心理学理论当中 就是有一派这个精神分析师 比如像荣格 他就提出了一个自信化的理论 自信化其实在心理学界 就比较接近于我们讲的灵性的 这一个部分 你在实现了很多现实的东西之后 有没有一些东西 它是超脱于现实而存在的 所以对我来讲 可能我有一些同行 会觉得我是一个 在自信化道路上走得挺快的人 事实上我觉得我也的确是 然后但是你要说 我对于这东西 有没有什么特别系统性的想法 好像也没有 目前还在一个 就是自己去做做看 看看能走到哪的这么一个阶段 对 我有时候我老公会跟我孩子开玩笑嘛 他们他会跟孩子们说 你们妈 你们的妈妈就是要去拯救世界的 就是他这个不是在嘲讽我 他从认识我的第一天开始就知道 我有一部分东西可能是很大的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心里面都有 但是这一部分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也许是没有机会去表达 也许是被抑制了 所以那部分的确在我身体里是有的 是 我猜想也许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 所以比如说你看在疫情期间 在隔离这个封城基金可能会很痛苦 因为好像是你感受到了对整个世界的那种慈悲之心 有很强烈的反应 但是好像你没有办法用一种明确的语言 或者一种方式去表达出来 去体现出来 然后去实现你想要实现的那些价值 所以这个其实就像是你被关注了一样 这个感觉 其实最近我的那种情绪上那种波动 我觉得也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就好像是作为一个有水有肉的人 你很难不去感到对吧 你的慈悲之心的那种强烈的那种剧烈的跳动 但是就是很受限制的 而且其实我刚才会好奇一个问题 也联系到另外一个想法 就是随着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 随着社会的这种发展 现代化的发展 我们的寿命是会越来越长的 我一直都默认 比如说我应该是能活到100岁是没有问题的 而这也就意味着 在我们假设依然退休年龄是65岁吧 那以后还有好长时间啊 然后我就会觉得 那要怎么混啊 这些这么长的时间 你在那么三四十四五十年里面 你除了每天对吧 你老了之后 你除了每天看看书 看看抱 吃点东西 然后就是做点休闲的事情 你还能干点啥 就是其实好难混啊 所以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没有这种某些内在的东西 很丰富的精神生活的话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挺难度过的 是 我昨天还在跟一些同行开玩笑 我说我在这个行业里面混 有一个至高的愿景 就是要活得够久 我说我们行业 但凡你能够活过八九十岁 逐个小拐杖 颤颤唯唯去开会 甭管你讲什么 别人都觉得是智里名言 所以我说这个活得够久 就算是出道了 当然这个背后呢 还有个原因是因为我一直是有很重的死亡焦虑的一个人 不仅因为我自己其实从小到大 身体的关系 不止这么一次经历过那种离死很近的体验 另外呢 就是我家里面是有短命基因的 我所有的祖辈 几乎没几个活过七十岁的 所以我过了三十五岁生日 我就高兴地告诉周围人老子开始下半生 但是因为这个死亡焦虑在那儿 他并不是说限制我让我觉得我就从今天开始躺平 他反而让我特别愿意去一辈子活出三辈子的感觉 说不定我这种状态以后活得特别久也不一定 但不知道 你说有些时候会畅想一下晚年的生活 除了去创造这种价值创造意义之外 我觉得一群老头老胎住得近一点 天天享受生活我也挺下往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还 我觉得你能去 怎么说能去承认这一点 或者能够去直面这点 这应该还是蛮需要勇气的 我觉得 因为死亡是 对吧 那是一个黄金标准 是一个没有人能够扭曲它 或者能够改变它的一个东西 是 有一个经理治疗师叫曾祺芬 曾祺芬他一本书里面 他就写了一句话 他说这个死亡就是用来告诉我们 什么是生命当中真正重要的事情 所以这一点 其实我是体会非常深刻 有很多东西 如果你想到 其实你的命 很多时候什么时候结束 你并不知道 你就会觉得很多事情 对你来说没那么重要 我不知道Steve你有没有经历过 但是我是经历过 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人的 突然的离去的 我是就突然的死亡 一旦你有过这样的一些体验之后 如果你愿意去进行这方面的一些思考 对于很多人生的东西也会看得更开一些 很诚实的说 其实我也许是还没有体会到 所以比如说我家里的上一上辈的老人 都已经走了 我也见过他们的死亡 但是好像我对这些事情的反应 就好像没有那么那么的强烈 包括说到死亡这件事情 我反而是 我之前在公众话中还写过这个故事 就是我们家里面对这件事情 总体都是一个还挺开放的态度 包括我爸他已经把他的墓地都买好了 而且我们之前还回去 他带我去看 还指着墓地 因为还是空的一个墓穴 他说你看以后你就来这里来看我 然后我们还开玩笑 他一屁股坐进去 我要给他拍照 就好像是他坐在里面跟我聊天 就好像是已经半截身子入土了 这种感觉 就是我们会用一个比较轻松的 比较幽默的方式去讨论这样的问题 所以好像没有说很焦虑 但是我很同意的一点 就是他确实是一个帮助你去思考 就是什么是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因为就是当有一天一切都完了的时候 那既然有这样一个必然的结局 那现在你把时间花在那些 你在最后结局的时候 会觉得有点不值得的事情上 想想看其实是特别浪费的 我以前跟朋友开玩笑 我说我翻译这么多书 为什么我在生完孩子之后 拼命地翻译了一百多万字的书 我说那个心态 对 我说就像小狗撒尿一样 就是反正 我说我就像一个小狗撒尿一样 希望在这个地球上留下点东西来 所以那一刻因为我刚才说 我生完第一个孩子出现了很大的健康的状况 然后等我恢复了之后 就一下子变得创作力爆棚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死亡焦虑 尽管它听起来让你不舒服 焦虑嘛 谁想要活在焦虑里面 但是它另一部分又成就了 我那一部分特别有创作力的东西 对 其实说到这儿啊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是可以跟你去就是能够对这些问题有些思考 所以我其实想分享一个 这个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 跟有一位朋友讲过 这算是一个我自己像是在直觉上的一种 像是我自己创造的某种信仰体系 或者对于生死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 我其实想分享给你 包括这地方也分享给听众们 我想听听看你的看法 或者你是作何反应 这个信仰体系大约是这样的 就是说 我会想象人在死了之后 我们的意识会和整个宇宙的意识重新融为一体 就是我会想象这个宇宙是存在一个 涵盖整个宇宙的这样一个意识的 然后我们的死亡 肉身的死亡 这是一部分 但是灵魂最终是会回归到这个 怎么说呢 像是一个整体的 像是一个元宇宙意识当中去的 而因为我们讨论宗教信仰 其实很大程度还是去指导 我们在活着的时候的行为 对吧 所以我的这个体系 它的指导的意义是在于 如果你死了 你要跟这个宇宙意识重新融为一体的话 那么也就意味着 你是可以和所有的存在过的人的意识 重新融合到一起的 而这也就意味着 所有这些存在过的人 他们体会过的所有的快乐跟痛苦 所有的记忆 你也都能够 就是和这一些全部融合在一起 也就意味着 今天我们在活着的时候 比如说如果你让任何一个人感到很痛苦的话 你在死后 你也会和他的那一个痛苦的部分融合在一起 所以说 为了让你在融合的那个时候 体会到更多的快乐 所以今天的你其实应该努力的去 让更多的人体会到的是快乐 或者他们对于他们的人生的存在 是有很多积极的回忆和感受的 这样子的话 当未来所有大家都融合在一块的时候 那个总体的颜色是比较令人愉悦的 就是我会有这样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算是我自己脑子里做玩的那种思想游戏 做推演出来 或者说推算出来的 也不是推算 就是编造出来的这么一个说法吧 对 我还挺认同的 我挺认同这样的一个说法的 我昨天在那个笔站开直播的时候 学到一句话 就遇事不绝量子力学 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 在思考这一些玄学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关联的时候 量子力学啊量子纠缠啊 的确提供了很多的视角 把一些看起来可能非常玄乎的东西 变得不那么玄乎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 它其实包括哪怕我在活着的情况下 假设有一个人 他跑来杠金对吧 怼我一句 也不是所有的人怼我 我都会很生气的 但是有些人怼我会格外生气 但这个时候我会经常停下来想一想 为什么这句话会让我那么生气 他到底哪一个点上把我给纠缠住了 我去探索这一部分 经常会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而这一些可能我觉得 呼应你刚才谈到的 你想出来的这样的一种可能的世界观 一种超越生死的这么一种概念 我觉得的确就是这样的 因为在藏传佛教里面会觉得 人并没有真正的出生 也没有真正的死亡 我们就像在一条河流里面一样 一直朝前行进 从这个角度来讲 其实就是会有很多的纠缠发生 我以前还听过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看法 也是关于生死 应该是在Alex Freeman的一个播客上面 他跟一个数学家在聊这个问题 然后就是说宇宙到底是什么样的 有没有宇宙意识 他就说 他提出一种假说 就是说其实 每一个人类 每一个 我们每一个独立的意识的存在 就有点像是整个宇宙 在通过我们每一个人去做模拟一样 就是人类实际上是 宇宙去理解自己的一种途径 或者是一种工具 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这些经历 实际上最后汇总起来 它都像是整个宇宙在 怎么说呢 就是通过我们的经历 通过我们的视角 像是每一个人都戴着VR眼镜 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这一生 然后这些知识 这些理解 最终汇集在一起 会增加整个宇宙 对自己的那种认识 或者是理解 就这些听上语也很玄乎 但是我当时听 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 就莫名的很说得通 或者是很能 让我有共鸣的感觉 会会 其实有很多研究脑神经科学 尤其是偏向于意识直觉 第六感研究的科学家 他们到最后会非常白应 你说的这一些构造出来的 我们的这一种观念 其实某种程度上 就是我会感觉 在意识的中 在意识的终点 可能是有很多 信仰层面的东西在那里 所以现在我也经常 时不时会看一些公众号 比如像立伟坛 咱们研究那种人的意识的 有时候看着看着 会把自己给绕进去 但是这种绕进去 我是挺享受的 因为你越绕越会觉得挺好玩的 对对对 你会 那我再问一个很那什么的问题 你觉得有外星人存在吗 说实话 我并不觉得有外星人存在 但是我相信人的很多 灵性的层面上面 是有不同的能量的属性的 我会觉得有些人 你天然的就知道你 我觉得你肯定也有这样的体验 就是你在生命当中 遇到一些人 你甚至不用跟他讲话 你就知道你们是一类人 而且经常这个直觉是非常准的 我相信这一种同性相惜的这种感觉 它一定是有一些超脱于 这个认知行为的东西存在在那边的 嗯 是 这就等着看什么时候 我们能不能 比如说心理学的发展 或者技术的发展 有一天能够帮我们去揭示这些东西了 是的 是的 嗯 好好回 刚才好飞啊 但是回到 回到我们的现实事业当中来 就是今天其实我 我约你做这期节目 也是有很具体的 很现实层面的这种考虑啊 因为你看 我们现在大家面临的这种生活的不确定性 面临这种 不管是这种崩塌也好 混乱也好 嗯 我最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是 像比如说现在我们面临隔离 或者是封城这样的一些状况 我自己是有让我自己进入到一种 一种生存模式里面 就是它和平时 这种和平模式之下的 嗯 看问题的方式 或者决策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 比如说 因为我们说什么是生存模式 就是你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 你的目标是要从危险 重新返回到安全当中 那么你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应该是为这种重返和这种 拯救 自我拯救是直接相关的 也就意味着 你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应该为这个目标来服务的 我为什么会最近会想到这个问题 是因为 是一个特别蠢的事 就是前段时间 因为我们最近 就是都在家里自己做饭 然后呢 我平时其实挺喜欢做饭的 但是前几天有一回 我当时在炒那个四季豆 然后就老炒不熟 因为那个肉末都已经快糊了 但是四季豆我忘了 之前忘了过水 所以就有 反正就花很长时间 一直不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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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后来我就特别暴躁 我暴躁到我就 我就把那个锅铛就砸那个锅 我就当时就特别暴躁 然后就砸了好几下 就砸弯了 然后砸的时候 我突然在说我在干嘛 就是因为我从来不会有这样的 这种暴躁到失控的时候的 那但是那个事情之后 我就在想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意识到说 OK也许是因为 现在的这个大的这个环境状态 可能意味着是人是进入到了一个 需要调整你的priority 调整你的关注点的这个状况了 所以我才开始想说 OK也许现在是到了一个 开启生存模式的状况了 对吧 就是大家在关在家里 要承受很多的孤独也好 孤立也好 所有的这些情绪也好 所以就最近我就开始想很多 是这个方面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不知道 从你的角度来说 这是我的一种方式 一种反应 你会怎么想这个问题 或者也许你也会有类似的一些 一些看法也好 一些建议也好 就是想听听看 你会怎么想 其实我觉得可能我们共有的一种感觉 如果要用心理学去讲的话 是自恋受损 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 过去一个月的生活 会让我们整个人对于自我的形象 对于我们自我的归属感 产生一个巨大的怀疑 而当我们感觉到 好像这部分自恋受损的时候 是很容易出现愤怒啊 暴躁的情绪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那另一方面呢 其实我这个月反而感觉 不如以前那么的孤独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给你看一个东西 非常好笑 这个是我去年双十一卖的一个东西 我去年双十一啥都没买 我只买了这一个东西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是一个手摇发电的短播收音机 在美国有一个词叫做prepper 就是末日生存者 对我一直是个末日生存爱好者 是吗 我完全看不出来 对我一直是 所以我在三月份的时候 孩子停课的时候 我已经把家里一个月的东西 全都囤好了 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 比如说乖乖在那等着 或者怎么样 我就是早就开始进入到 那个模式当中了 对吧 求生背包什么 我现在就觉得就是突然一下子我没那么孤独 就是作为一个prepper 大家一下子都在开始谈论这种 怎么活下来这个问题 就好像是平时大家都会觉得你脑子又病 现在发现你是唯一正常的那个人 对对对 硬正也好或者强迫洗手也罢 大家都觉得为什么这么奇怪 但现在大家都在这样子的时候 你反而没那么孤独了 所以我有些时候我就看着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很好笑 因为它是我去年双十一 唯一买的东西 然后 所以你的那种爱好得到了一种证明 对我感觉好像我的那个世界突然有很多小伙伴涌了进来 就是那种感觉 但是你说这个其实我们的很多偏执的想法 我知道我有很多想法是偏执的 但当这些偏执的想法真的变成现实的时候 一点都不好玩 我们以前看那些电影 对吧 如果一个人有超能力 发现心想事成 这事一点都不好玩 甚至很可怕 所以我觉得我在那一些自恋受损的感觉上面 愤怒的害怕的各种各样的情感上面 跟大家完全是一致的 唯独就是说对于这一天的来临 我早有准备 然后现在我可以在那淡定的告诉朋友们 你们要做些什么 就是这种感觉 是的 其实平时我也特喜欢看这些东西 那种EDC 就是这种各种工具的准备 各种求生 从小我就喜欢看各种那种 就是什么皇家空军求生手册之类的 就这种书看着 哇觉得好有意思 就是想象各种场景 然后你怎么想尽办法的去求生这样子 就这当中好像包含着一些 我不知道一些特别吸引人的东西 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感觉 对于自己命运掌控的快乐 比如说其实在这个咱们关在家之前 之前不是那个俄国和乌克兰开始打仗 有几天大家特别害怕核威胁的时候 我就在那研究 如果说遭遇了核威胁 我现在支柱的环境怎么能活下来 然后我还真的就是脑子里面会做一整套方案 甚至于会想我要买些什么东西 把我现在地下室的门给分的更严实之类的 我甚至于会想 我的孩子们老公住在这个地下室 我要怎么睡可以在下面待一个月 不用出去 就是光是想这些事都给我巨大的快感 但听起来是挺神经的 但是但这就是好像你在很多 无能为力的事面前能够保持思考 它本身给到你一些虚幻的力量感 好像我是能做些什么的 不知道能不能做些什么 但是想想也好嘛 就是这种感觉 那更像是 那会不会像是一种 就是你知道那种 做题解题的那种快感 就是说它不完全适合 因为比如说这事真的发生的时候 我其实会 那肯定不会是很开心的事情 那肯定 对 但是好像是在做这些设计的时候 有点像是你怎么去配置 怎么去找到合适的工具 规划 就好像有这样的一种 就你说的那个安全感 我觉得是一部分 但另一部分 就我对这种事情乐趣 我觉得像是一种 你找到一个最优的 不是最优 但就是你找到一些可行的方案去 怎么说呢 像是就是找到那种 对的设计的时候 那种感觉 我觉得也是 让人觉得很上瘾的 像比如说我比较研究 比较多的一个事 有的时候 真的是可以在网上花 好几个小时 看各种人的视频 就讲EDC 就讲你每天的 每天你随身携带的工具 应该有哪些 比如说不同的折叠刀 不同的手电筒 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它们的应用的场景 是什么样的 从一些很细节的角度去考虑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这一个比较好 或者那一个比较好 就这当中有一种 那种钻研的那种快感 对 我觉得从精神动力学的层面 其实它是对于我们 退回到 因同胎的一种抵抗 因为当你在研究 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有一个潜台词 就是我是一个大人 我要为自己的命运负责 所以这一部分 可能会带给我们 一些虚幻的力量感 和安全感 对 绝对不是虚幻的 这力量感 绝对是真实的 你看我从小到大 爱看的电影 都有逃难的元素在里面 比如说萧生克的旧熟 比如说这个末代皇帝 我说都是逃难经典片 那逃难其实在一个 精神动力层面上 就是每一个人 到了青春期的时候 他必然是有一个 逃难的过程的 象征层面的逃难 他得逃离一个 庇护他的地方 他得逃离一个 可能对他有很多限制的地方 所以这一个 我觉得其实 末日生存爱好者 在我看来 都是用这样的方式 在对抗很多 回归到阴同态的 那种焦虑感 对 我小时候特别爱看的是 鲁运森漂流记 那个小说 我看过好多遍 对 而且那个故事就是 哇 就觉得 包括后来 汤姆汉克斯的 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 Cast Away 是吧 就是他在 他那飞机坠毁 他在荒岛上 待了好像是 好几年的时间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排球 做成的一个 一个 他的一个 一个陪伴 就那样的片子 就我觉得 特别特别有意思 因为就好像是会 我会忍不住 把自己放在 那个场景里去想 我可能做哪些事情 然后有一种 像是一种 这个其实 有点像玩游戏 你需要的哪些方面 加你的技能点 哪些方面 就是做这种规划 包括后来 真的是有这样的游戏 有一个游戏叫 叫 叫 Stranded 然后就是 他也是就是 你困在一个荒岛上 就跟那电影一模一样 你收集各种资源 去找食物 做规划 包括你生病了 渴了 饿了什么的 就有各种反馈 哇 我觉得这种事 特别让人 特别让我着迷 我猜你也经常看 Bear Girls吧 是什么 贝尔格里尔斯 荒岛求生 就是一个 Discovery的一个 一个英国特种兵老师 在荒野里面求生 吃各种古怪的东西 活下来的那种 还没有看 但是听上去很有意思 对 你知道就是 我这一部分 真的是很好笑 因为比如当我孩子 上兴趣班啊什么的 总体我是一个 非常开明的妈妈 就是他们爱学就学 不学拉倒 但是有一样东西 我是逼着他们 必须学了好几年的 这个东西就是游泳 我说游泳关键 是否能救你们的命 就算你不愿意 去冬天游泳 你还是得去游 当然现在已经游得很好了 所以我也无所谓 再逼他们游了 但是真的我发现 这种求生的 这一种想法 它会贯穿一个人 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 是 真的是还好 很好玩的一个观察 我会游泳 我觉得是特别重要 一个技能 然后另外就是 因为我不知道 你们听说过 有一种格斗术 叫巴西柔术 对 因为我一直也在练 然后其实我学这个 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我认为 它在一些必要的情况之下 其实是一个 还蛮重要的 一个求生 跟安全保护的 这样一个技术 因为它不像是 比如说拳击那样子 它是一种攻击性的 去伤害别人的一种技术 它更像是一种 你可以例如 就像是擒拿一样 就是你能够把对 把想伤害你的人控制在地上 让它无法动弹 这样它就可以 没办法伤害你 然后我在学这期间 我就有很多时候 我都会有这种幻想 比如有一天 我跟我太太走的 机场突然跳出来 一个疯子 或者怎么样的 然后她想要去 比如说砍我们 或者是想要去杀我们 然后这个时候 我要怎么把它拿下 怎么把它摁倒 然后怎么去控制住它 把手上的凶器夺下来 然后打电话报警 然后在这个期间 怎么样去确保 它不能够从地上爬起来 就是会有好多好多 这样的幻想 幻想 对 而且这个真的是 晚上睡觉的时候 躺在床上 黑暗当中去想 想到就会想失眠 会 会 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 你做了这么多的想象之后 然后你在生活中 你真的会看到 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是同时 你也真的会看到 很多遇到这些事情的人 他其实不知道 要做什么反应 就有点像前面讲的 作为末日 这个prepper 对吧 作为这种 末日准备狂 你平时你会 大家会觉得 你想这些事是 不切实际 但有一天 大家突然发现 哦 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囤食物 在家里生存一个月 是真的会发生的 然后就 就好像是你的那种怪癖 突然有一天 变成了一种 被证明了一样 是的 是的 我前两天跟我先生 讲了一个特别疯狂的想法 其实也没那么疯狂 就是 我说我解分之后最想去干嘛 我说我解分之后 只要能出上海市 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我的滑翔伞的执照给考了 因为我去年开始学滑翔伞嘛 那当时为什么要去学滑翔伞呢 是因为我发现 滑翔伞你可以背一个包 只要你在一个三四百米的落差 你就可以飞出去 然后你最远可以飞二十到四十公里 都没有问题 所以我感觉那个是一个乱世 特别好用的技能 对我来讲 但我也不知道啥时候能用上 但是他单单是幻想这么一种可能性 就会让我兴奋不已 就是 所以你是 所以你想学那个是作为一种逃生的 逃逸的手段 对 我以为是 但这个逃逸它不会真的发生 它只是在我的想象当中 好像自己在跟自己打仗一样 明白明白 当然这个过程我是享受的 因为在大部分时候 你可能只是出于享受的目的 玩的目的去干这事 但是它的确有一部分对我来说 就是会觉得它是一个求生技能 OK 我以为更像是那种 就是人生苦短做点刺激的事情 这一个点上面 我其实跟我朋友交流过一点 就是在我人生觉得特别特别苦闷的时候 就是很郁闷 郁闷到你都觉得老子干嘛要活着的时候 我一定会去学一个极限运动 因为我觉得就是在极限运动当中 如果自然挂掉的话 好像显得没那么的卑微 就是 但是 所以我会好几样极限运动 所以很有趣 你说你有死亡焦虑 但是你的表现出来的样子 又像是一个怎么说呢 就很矛盾 就是你确实会做一些准备 对 但是就是 就是比如说你看 极限运动实际上就是 怎么说呢 说那什么呢 就是自己作死的那种 对吧 就它的风险本来就很大 然后你还故意在危险的边缘去试探 是的 有一个心理防御机制叫逆孔 就是它好像是叫 就是说你很怕一样东西 可是你会继续去干它 甚至于你会变本加厉的去干它 所以这其实也是一种很奇妙的心理防御机制 所以一方面我好像又说着自己死亡焦虑很重 一方面又在干各种好像 对 让自己作死的事情 这么说起来 你像比如说 我们生活中 就极限运动 当然这个比较看各种条件 对吧 你要学跳伞什么 这也不是说明天出门就能学的 但是比如说跑步 就是长跑 这肯定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技能 还有攀岩肯定 或者不一定是攀岩跑酷吧 就是能够在城市环境里攀岩 这些其实都还蛮有用的 是的 如果在比如说僵尸大爆发的时候 你要会跑酷的话 那应该是巨大的优势 我觉得绝大多数极限运动 可能在我看来用处都没那么大 但是相对来讲像攀岩 我觉得的确是 然后跑步这个事情吧 马拉松这个运动 我忘记是曾祁峰还是哪一个 搞精神分析的人说 就是马拉松其实是一个 跑向死亡的运动 你看这个马拉松的 他的这个运动的起源 包括很多人跑着跑着 其实是会跑死 跑猝死的 所以其实他某种程度上 也是一个向死而生的运动 曾祁峰跑马拉松吗 他应该不跑 OK 那我严重怀疑 他说出这个话 他知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说什么 应该不是 我忘记是他还是别的 但是我当时看到这个觉得就是 我们人类很多时候会发明出各种各样的方法 去对抗我们心里面对于各种各种事情的焦虑 但是有决志的 因为我一直认为跑步难道不是 难道不是为了追逐那个runner's high吗 就是会跑high的那个 那个当你的那个内飞太狂 疯狂分泌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是跑马拉松的 我不跑 但是我我跑步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真的就是因为你跑了之后 你心情就会变好 就是就是就是你的脑化学的这种变化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 从很功利的角度来说 它就是有这么一个功能 对 像是一种极好的情绪调节节 明白 我自己是跑步不怎么跑 唯一一次跑马拉松是因为我要去平壤 我当时在平壤跑了一个马拉松比赛 因为那是我唯一一次可以不用跟着旅行团 去玩北朝鲜的机会啊 所以在这是什么时候 在平壤跑马拉松 这是什么疯狂的故事 2015年的时候 对对对 那个那个可以我们单独录播客去讲 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但anyway就是那个是我唯一一次跑马拉松 但我平时会做很多瑜伽 包括最近在这个特殊时期 我也推荐很多朋友 大家多做做拉伸 因为我们在这一个很紧张 很焦虑 很愤怒的时候 身体是会不自觉的收缩起来的 比如我最最早几年前练瑜伽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的脚趾很难伸直 就因为小朋友其实在紧张的时候 脚趾就是会这么收缩起来的 我就是我的脚趾特别弯 因为我小时候是个特别容易紧张的孩子 有很多事情可能会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惊恐 所以至今我的身体上都会有这样的痕迹在 但是通过练瑜伽 你可以在身体层面上让自己的很多肌肉放松 而这种肌肉放松之后 其实它是会倒过来影响你的心理感觉 也会相应的变放松的 对 所以从创伤的治疗角度来讲 我觉得瑜伽呀 太极呀 如果最近大家在家真的待得很不舒服 都是可以去试试看的 嗯 你说这个让我想到 我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 就是专门讲这个 嗯 是以色列的一个人 他做那种就是movement 就是那种 这个应该叫什么 身体 简单来说 他的哲学就是 你应该以尽可能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移动你的身体 然后原因就是因为 because you can 就是因为你可以 然后你就 然后因为你的身体有这样的一些构造 所以说 他会带他的学员们 做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 这种运动的这种动作 然后其实我非常理解 他说的那个意思 就是在于 当有些时候你用 你去做一些你从来没有做过的一些身体的一些运动 一些姿势 一些状态的时候 那就真的是你在做的同时 好像你的内心的那种状态跟感受 包括你看待自己身体 甚至说你可能看待环境 有一些市长都会有点不一样 是的 像我有一个经历 就是我在练八柔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躺在垫子上的 但是是以一个非常活跃的状态 躺在垫子上的 所以当我躺下来的时候 我不是那种 啊躺平了 啊好累那种 我反而是躺着的时候 我会很兴奋 就好像是 这个时候反而会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像是像是一个舞者 你摆好了造型 准备开始跳舞的那个感觉 所以当我现在看到一个垫子铺在那 我能躺上去的时候的那个感知 就和比如说大家平时生活很累 想躺下来睡觉的那个感觉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对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我以前呃 做过一些舞蹈治疗课程的翻译 所以相当于是在旁边观摩着 参与过一些啊 自由舞动治疗的体验 是非常神奇的 很多年我都 不再跳舞了 说这个在呢 是因为我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是跳舞的 但是后来停下来 是因为一个非常小的事情啊 当然这个小事情对一个小孩来说不小 啊哈 OK 两个问题 第一你跳什么舞 第二是什么小事情 这个跳的舞就是小孩那种啊 可能是少年宫跳的那种 也没有特定的舞蹈 因为那时候还很小 才大概一两年级 但是在两年级的时候有一次 然后那种祖国的花朵那样的时候 在两年级的时候有一次 我可能是肠胃吃坏了 然后在芭蕾课之前啊 我就 oh no 就非常非常羞耻 这个对一个孩子来说 简直就是一个灭顶之灾 然后感觉很糟糕 然后我就再也不想去跳舞 因为所有的小朋友都知道我发生了什么 然后在那个之后 我一直到我28岁 我就几乎没有怎么再跳过舞 但是因为做翻译嘛 我就是在那个课里面 就会跟着一起体验 然后很多人会跑来问我说 你是跳舞的吗 就是他们认为我是一个专业的舞蹈的舞者 我说不是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跳过舞了 但是我感觉当时其实是那个带领者 他那种对于你身体的一种看见 和对于你身体的一种认可 接纳会让你非常充分的去表达 自己身体想要表达的东西 这种感觉很玄乎 就是这是可能咱们在心理咨询室里面 做千百年谈话治疗 都很难体会到的东西 可是他在身体层面上非常非常的强烈 所以我会觉得做任何的尝试 去拓展你自己身体的一个疆界 都是非常值得的事情 对这个真的是 你说这个让我想到 像我有些来访 如果是在做那种网络咨询的时候 就他们会在家里 尤其最近 他们在家里会 他会找 包括每次我也会问他们 他们会找到他们最喜欢的角落 最喜欢的沙发 以他们最喜欢的方式 躺着也好 坐着也好 就怎么样都也好 而且你会看到说 他们的身体的姿态 是会有变化跟调整 有的时候 包括有时候我会鼓励说 你要不换个姿势做 就是好像大家对自己身体 是有一种很本能的 甚至是一种亚裔式的 一种调节的这种能力 就是我好像知道 我的身体怎么变一变 姿势怎么变一变 好像我的想法就会跟着变一样 就这个能力是 我觉得现代人的 这种过度理性化 或者过度依赖 依赖头脑 依赖认知的环境当中 其实还蛮值得去重新强调 重新发现的一种能力 因为从这个 儿童心理创伤理论来讲 就是治疗儿童的心理创伤 除了咱们能想象出来的 谈话呀 做游戏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 从身体层面上去帮助他们 包括很多的呼吸啊 放松啊 肌肉方面的一些练习 所以其实从身体层面上 去改造你的一个心灵的状态 它是完全有实证依据的 包括在成年的世界也是 可能很多人他并没有 了解这么多实证研究 但是他已经在生活中体验到了 我们周围肯定会有朋友 在从事了一段时间的体育啊 或者舞蹈之后 告诉你他整个人焕然一新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身体重塑心灵的过程 我甚至于有些时候会想 也许鬼知道我以后 到了五六十岁 会不会选择成为一个 瑜伽教练 因为我会觉得 其实从身体的层面上 也是可以去帮助很多的人 心境改善的 是是 而且其实瑜伽对于 可能就是更年长的 像我跟我妈都在讲 我就跟 我就说你应该 我父母我就说 你们应该是去多做一些瑜伽 因为这对于老年人来说 其实非常重要 他的平衡性 协调性 他的那种身体的灵活性 这个就最现实的层面上来说 他可以防止你摔倒 他可以让你保持更好的 这种身体的平衡 跟灵活性 从而你可以在年纪比较大的时候 不要经历那种 你知道那种 因为摔倒而长期住院 最终 因为我外部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去世的 所以我觉得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他的经济效应 还是非常的显著的 很有意思 我觉得今天流了好多梗 或者说好多点 是以后我们要去聊的 比如说什么平壤马拉松 这样的事情 但是就 这就也许就像你说的 我们也许留到之后 再来再分享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最后也想留给大家一些 所谓干货吧 就是说 因为你其实非常的 能够给到大家干货 所以说 如果我们今天讲的是 在不管是疫情 还是说在隔离 还是说就整体来说 当人们走到一个 情绪上 生活上不是很自在 不是很舒适 比较困扰 比较不开心的 一个状态里面的话 你会给大家 怎样的一些建议 包括我也会好奇 当你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 你会怎么去调解 就这个能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点 这种点吗 行吧 我觉得要不然咱们 就是讲三个 三个建议吧 第一个建议 我觉得刚才 其实你也提到了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咱们在出现 这些很难受的感觉的时候 先不要急着来 贬低自己 因为可能在我们的 传统教育当中 会觉得 如果我感觉 很害怕 很愤怒 这都是不对的 但是呢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 我觉得人在面对 很困难的 现实环境的时候 有各种各样 复杂的情感 都是非常OK 非常自然 甚至于非常必要的 所以当我们在体验到 那些感觉的时候 一是不要责怪 自己有感觉本身 第二不要对自己 要求太高 你就别指望 自己在很有情绪的时候 什么东西都表现得 跟平时一样好 甚至更好 千万不要 我自己的工作量 虽然说最近一直在产出 但是我知道 我的工作效率是下降的 我有很多时间 在那里是什么都不做的 所以或者就是混时间啊 各种各样的 但我觉得没关系 就已经这么难了 就别对自己太难了 第二点呢 就是我觉得有些时候 咱们要有一点 这个不能叫RQ吧 但是叫做心随进转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咱们当中的大部分人 可能如果运气足够好的话 在自己的一生当中 并不会有很多机会 去体验什么叫身不由己 或者说大规模的 集体性的身不由己的事件 对我们来说 都是第一次体验 所以我觉得不如 就趁着这个机会 你就抱着一种 经历一个剧本杀的心态 去想想啊 你周围的那些NPC 到底在想什么 你自己又打算 怎么去经历这一出啊 尽管我们现在不知道 这一个剧本杀 要延续到啥时候 但是我觉得 如果换种心态去经历它 可能又是一种 不一样的感觉 而且我不想歌颂苦难 但是我觉得苦难 如果你不得不去经历的话 它一定是可以 锤炼出一些意义来的 真经不怕火炼 你经历这个过程之后 比如我自己就意识到说 哎 这一个月我虽然很不开心 但是我也看到了说 我周围有哪些朋友 是我真的很认同的 有哪些朋友 我在那一些 这个周围的环境 很糟糕的时候 我是不管跟他讲什么 我都不用担心 自己被评判的 有什么价值观 是我觉得特别重要的 那这一些它就是 我在苦难当中 提炼出的 对我自己的意义 或者也有可能 是很现实的 比如说 我这些过去了 我要去学个滑翔伞 它听起来很疯狂 可是这一些都是 因为苦难 所以带给你的新的东西 这个每个人 是不一样的 然后第三个呢 我觉得在 我们大规模的 自恋受损 大规模的体验 身不由己 大规模的会退行到 人生更早期阶段的时候 要做的不是用一堆 我要坚强之类的东西 去鼓励自己 而是要把自己 当成一个小婴儿 那么去好好的对待 这个好好的对待呢 在生理层面上 吃好 睡好 想拥抱的时候 有人拥抱 如果说实在 没人拥抱的话 你在网上参加一些 互助小组 比如说有一个APP 叫月时吧 里面有很多 心理互助小组 有很多大学生 会在里面 匿名的发帖 那也是可以的 让自己像一个小宝宝一样 能够被呵护到 对自己好一点 怎么去重建那种 受伤的 自恋受损的心灵 就是你得重新去喂养 自己那种自恋的感觉 让自己感觉好 所以你在此时此刻 做任何 只要不伤害到别人的 让自己感觉好的事情 都是OK的 不要有那种感觉说 就比如说最近 有很多人的争论 什么是非必失品 薯片可乐 是不是非必失品 我觉得那些东西 对于情感的自我急救来说 太重要了 就这一些部分 都是我们可以 堂堂正正 对自己好的部分 然后就耐心的等待吧 我想说的就这三点 对 好的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今儿这个一家 分享了好的东西 而且 我觉得真的也是 对你有了一些新的了解 跟认识啊 就因为一开始 就确实没有想到 你的人生的维度 其实是很丰富 是很多元的 就是感觉做了好多事情 所以看以后再 有没有机会再更多 就死亡焦虑一下 一辈子过了三辈子的 对啊 对啊 其实很有趣 但是我觉得这非常非常 而且甚至我会觉得 这这恰恰是 比如说在 像现在这样一个 特殊的时期期间 它反而会成为一种力量 或者成为一种 动力的来源 就相比于你没有那么强 死亡焦虑的话 所以就非常有意思 那么最后大家想要更多的关注 这个盐一家老师的话 他的社交媒体 就是抖音小红书和B站 都是盐一家 搜这个名字就能搜到 然后他的公众号和视频号 是一家心理 然后这个 这个平时我看到你经常 时不时都会发各种视频 然后其实话题都切得很好 而且内容设计上来说 我觉得都非常棒 就是有很多很好的论述 也有很多的干货给出来 所以情感是非常棒的 甚至我觉得也许有一天 你也可以开始做你的播客 我觉得会很受欢迎 谢谢谢谢 很长一段时间 我周围朋友都叫我盐阿姨 很多人以为阿姨是四五十岁 但其实我也快了嘛 因为阿姨其实在上海文化当中 它是有很多的含义的 就上海阿姨经常是一种 很热心的那种形象 所以可能一部分的我 给周围朋友的印象 就是还是比较热心的一个人 所以会有很多人叫我盐阿姨 这让我想起 之前那个网上有一个段子 就说有一个人去抢 就是封城之间去抢菜的时候 在排队的时候 然后阿姨赚本来帮他把那个 说你这萝卜叶子要去到 不然撑的时候中了 不滑滑滑 就那种肝胆侠义的那种上海阿姨 是的 好的好的 那就希望这期节目 有给大家带来一些力量也好 一些欢笑也好 总之聊得很开心 也很感谢这个一家的分享 也感谢各位的收听 那我们就到这儿 我们就下次再见 好谢谢Steve 谢谢很高兴认识大家 以后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